好 各位朋友 大家好 这里是澳想美国房产咨询的视频栏目 我是邱瑞 你们在我的视频中 从来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样的社区 对吧 从来都没有见过Condo 或者是Town Home 对吧 那今天我们就要来看一个 怎么回事呢 这个位置其实非常好的 你看到这条路就是289 就是Pressing Road 直接通到达拉斯往北 就是一直通到北边 到Selena了 现在已经修到 那这位置是在这个City 应该是 oh come on 这个City是 应该是Plano的南边 然后这可能不是Richardson 应该是Edison 或者是应该是Dallas的City 对 这是Dallas的City了 这个房子大概是18年买的 是两家两个半厕所 是一个这种Condo形式的 OK 他对房产税一年是5000块钱 他的物业费一个月是550 水电还要再根据面积来算一个月可能是100多块钱 所以这套房子持有成本 你什么都不干一年大概是12000块钱 但是他买的当时算合理的价格20万 所以现在这个房子要出租 那前面交给一个老美的经纪人出租 租了租了半年 然后都没有租出去 不是卖了半年没有卖出去 然后也没有人管 然后到现在 刚好这个客人看到我的信息 然后联系我 我们今天正式交接 房子进来之后 就是你会发现长时间没有人住的房子 这个房子是有霉味的 所以我们进来之后会发现 就是这种老房子的那种传统老房子味道 你会如果在美国上大学的朋友 你会感觉到 就像你们大学那些闻起来那种味儿 那100多年那种味儿 OK 然后整体呢 它是重新装修过的 像这种在这个位置又是只有20万的房子 它装修材料肯定用的相对比较便宜的 比如灯能让它亮起来 地板能够铺平了就OK了 那两家两个半的 你可以现在你看到已经在泡水了 然后我第一次来到这个房子的时候 我就发现这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我把灯打给 灯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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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 OK 这是HOA有这套房子钥匙 这是因为是这种类型的社区 不是single family 所以说HOA有这套房子钥匙 它水管漏水了 所以这个房子 它整体的那个味道会非常大 然后呢 它把这破坏了 竟然没有回来修复 所以HOA把这破坏了又没有修复 这个什么时间修的屋主 他也不清楚 但是没关系 我们从今天开始 所有的东西都会有时间记录 有什么样的东西 我们都会 有视频有图片 这样就会好一些 OK 所以我们要做第一个工作 就是需要把这修复了 然后把这些 现在去找相同花色的地板 可能性比较低 但是我们会试着去找 这很容易扒一片去 去建台市场就好了 那 这个也因为是地板盖着的 只需要把它抹平 然后再把地板铺上去 找不到就是普通花色的 就相近的也可以 OK 再过来 其实它的台面 你看柜子 这是1968年的房子 朋友们 1968年 所以你会看到 达拉斯的历史 但是你看它橱柜里面还是挺好 旧是旧 但是还可以 橱柜不 你看这是后面做的了 不是68年的柜子 这应该是90年代 又重新做了一套柜子 才会有这样子的 就是这些都是新做的 OK 我们再过来看这边厨房 厨房台面做过的 这也是吸引很多客人来买的原因 他们当时那会价格比较高的时候 所以冰箱烤箱炉灶 而且是带火的 不是电炉灶 这里面竟然还有没有洗的杯子和碗 这太猛了吧 这个 这个味儿 龙头 这龙头应该很久没有开过了 这还有灯啊 这是灯吗 这个灯已经不亮了 是那种装电池的灯 我感觉 哦 动动动动动 是我 好吧 我认输吧 耶 然后这是公寓的 很多公寓都是这样 就是它这个炉灶离冰箱特别特别近 美国房就是木头的 如何发生火灾 有可能是 其实这个冰箱 你看这块已经有点变形了 已经有点变形了 我们先把这个打开看 煤气关了吗 没关 又打开了 所以你看你在车上面再放个锅 火 然后火都把冰箱烧了 因为它的面积受限嘛 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这是个隐患 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这个要注意 但是设计就这么设计的 对吧 人都是在不断的 一次一次的灾难和错误中成长 是吧 OK 这还是那个炉灶的以前的那个 哦 不是 这是放在中间的 这个东西是放在中间的头 它现在中间这个头是烤箱的 然后 你要 不想吃铁板牛肉 你就 你就把它放进去就好了 OK 所有的插座 你看人家装修还是挺负责任 所有插座全都换GFCI的头了 好 这要过来又是客厅壁炉 所以你看这个墙面 这个有点问题 然后以前挂的画这几个点 这都确认一下 地板比较松走去路来是这样的 然后墙面呢 这这都是那种贴的墙纸 你在美国也看到墙纸了吧 这是墙纸啊 但是比较硬 OK 进来是我们现在再看一下户型 进来是客厅 客厅再过来走廊过来之后呢 是 一个 1968年的味道 这是个衣帽间 你看他刷刷刷刷刷到这不刷了 活干不完啊 钱没给够 OK 门把手也重新换过了 好再过来 你看这都这都 你看这都不平看到没有 这是松的 哦哦哦哦 看到没 你看呢 这是松的 然后这有半个厕所 这个厕所我手就能摸到顶 手就能摸到顶 然后下面 哇哟 还有bonus 好吧 哇这个很重要 我需要抹一点 待会 好 好 OK 这以前墙上还挂了个什么东西 而且是挺重的 它那个钉子是 这种 然后这做了个壁灯 然后这里要注意啊 我猜这上面是空调 还是什么东西 你看它这上面做的一个 那个一个盒子 可以把它打开的 这还有这还有很老很老的盒叶 从这盒叶上感觉它应该很久没有打开了 但是不知道上面是什么 做个记录 好再过来这边是餐厅 餐厅吊灯坐在这 所以这儿摆长桌圆桌反正都行 这还有一排橱柜 这个就蛮好了 橱柜蛮好的给加分 然后这厨房 厨房L型的 做了一个L L型的 OK 这是厨房的 这个搞笑的 你看这个楼梯呢 这个楼梯是往上上的 是不是 这个楼梯是往上上的 对的 然后它是个折体 这样这是二楼 那是一楼的中间 好 这个灯也是换过了 这里面还是有味 但是具体这个味 到底从哪儿出来的 现在不清楚 老房子都会有这样的味道 这就到洗衣房了 洗衣房我建议做的 就是把这个管子全部换掉 这真的是叫1968年的管子 也有可能是80年代的 我不清楚 但是这个 我们跟HRA确认一下 然后这个是以前那个 建这个房子的时候 还没有现在这样的烘干机的插座 现在它做了一个像 插座这样的东西 然后在下面这个应该是个 我不知道是不是 是什么管道 我们因为太老了 这个我没有见过 实在是这个 不懂这个 然后这个是烘干机的排烟管道 它里面已经被那个杂物塞满了 OK 所以 我觉得 就是功能性的东西 稍微修一下 不是功能性的东西 我们就这样先不管了 不管了 那我们就 租便宜一点 先把它租出去 OK 这里有个阁楼的梯子 然后这是人家以前拆板 全部都把它拆坏了 然后也给拆掉了 我在这儿没有闻到 那种霉味 霉味其实不是从这儿弄出来的 在这样一个非常老的房子里 你突然看到了这个 就特别有违和感 好 我给你们看一下 大城市康斗的后院 是啥样子 等一下 好 一看这样 就是 就感觉是那种 城里人的房子 是吧 然后这个墙 那个石头为啥还出来 就是专门给人爬上去用的吗 你看这墙上怎么 怎么石头还出来一块 就专门给人蹬的呀 Fans是新做的 特别感觉像那样饭馆的后门 几个厨师蹲在这儿抽烟 然后进去一顿炒米饭 有没有那感觉 OK 门榻也是新换的 我们把这个后门还是锁上吧 这样它就打不开了 然后这两扇小窗 这是以前电视机接的线 好 我们现在去二楼 怎么样 你们真的闻不见这个味儿 我跟你说 我在这儿可以闻得见 我的鼻子手术已经做完了 我很开心 OK 这个灯 特别阿奇亚 这个也泼了 这个特别像那样在北京上海那种大城市里面 然后我们创业青年刚起步那种感觉 OK 灯 你看这还是这么高级的灯 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 OK 二楼做了四个射灯 然后再加 吊扇 这吊扇非常矮 矮到我现在 如果是美国人的身高 可能就不用理发了 我还好 这灯泡也太猛 你看这灯泡是这样子的 它全都出来了 这是以前弄完之后 但是没关系了 就让它亮嘛 这两个储柜 这两个那个那个洗 洗电池是跟楼下半个厕所那个洗电池 是一样的 一起买的 如果没猜错的话 应该是漏水 等一下还接了个碗 这还有维生纸 这是不是以前屋主留下来的 因为以前都没有住过嘛 好像没有租过 它的空调 你看以前老房子空调出风口 OK 垫盆是新换的 墙面是做的 地面做过了 然后浴缸有点老 老浴缸 龙头这个你看 以前是那种 我还记得最早我来美国住 那个什么苏8还是什么苏6那种 然后浴缸很矮 然后就只能全着洗 但我们这个身高够了 它这个有1米8的高度 我觉得1米9 1米9的高度 好 这些所有的毛巾杆 这个杆都是新换的 木头这都是很老的 然后这边还有closet 它所有的灯都换了 所以感觉还是蛮好的 没有说 就是这个味道确实有点大 OK 我们来看一下前院 这个是卧室是通道前院的 今天有点小雨 我们现在已经正式进入春天了 所以 达拉斯正式进入雨季了 好 基本是以后是 一般从3月份开始 那就是以后每周下一次雨的节奏 好我们到这个卧室 这个房子是南北向的来还是 这个还是南北向的 所以这个不是主卧 所以它就顶上就没有升级那个灯 但这个小灯泡实在是太暗了 但是但是把衣帽间的灯还做了个 做了个这种 这有意义吗 这个 好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厕所 这个也已经坏了 这个东西是最容易坏的 龙头还是挺好用的 我们需要 如果这个房子要出租的话 这一个是需要做的就是清洁 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拿走 好 要清洁 这是 哦 哎 你看他聪明 他太聪明了 这个门他 你看出来 看出来问题了没有 你看这个门呢 他就太长了 这里面这个门太长了 但他把那个轴安到这儿了 他把轴安到这儿了 所以打开的时候是这样子 怎么样 如果他把轴 他如果他把轴安到再靠里 他打开这个门就太大了 所以他把轴安到这儿就短一点 短一点 就还行 地面 这个 这个 这个已经快坏了 这个 ok 啊 我要的是这个 老是老 能转就行 ok ok 行 这个就是刚刚那个厨师抽烟的地方 ok 我觉得作为一个出租房 然后在这么好的位置 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 就是 确实老房子 有老房子 他的问题 那 开玩笑归开玩笑 但是 价格便宜 位置好 好 然后也是 那个叫什么 哦 对哦 灯关不上呀 那灯关不上了 就关不上就厉害了 但是 但是这是A抽烟一脚的电费 每个月按照平方手 不管你用还是不用 就是一抽一脚的 好了 我们下楼了 这楼梯符号是铁杆 挺结实的 ok 房产税一年五千来块钱 然后那个物业费一个月五百五 然后再加上水电一个月一百五 呃就是七百 七百乘以十二个月多少 二十七八千四 八千四再加 五百块的物业六千 哎不是 八千四再加五千块钱的那个 五千块钱的房产税是一万三千多 呃在家乱七八糟维修 就算了一万五啊 算一万五 你这个房子 这个就叫买买这个叫什么 condo就是这样 所以大家 为什么 为什么不在大拉斯买condo很多人问我 今天你们看到了吧 这就是一个案例 但是人家当时买来是自己住的 由于工作的关系调动了 所以这个房就拿出来卖啊 然后但是现在卖的情况不好呢 跟那个经纪人有关系 刮牌策略有关系 所以就我觉得现在这种情况 我们就租就好了 也别卖了 就这样吧 OK 更多信息可以关注 翱翔美国房产咨询 我是邱瑞加我的微信 翱翔US001 我在大拉斯等着你 再见